同学们大家好,现在我们继续讲Hamlet,那么不好意思啊,上一次讲的视频啊,又有一点要更正啊,补充的地方啊 那么上次呢,我们讲到这个My Lady Worm,对不对啊,那么My Lady Worm有个助解啊 那么我上次讲的啊,这个其中一个解释,The skull of My Lady who is now,who is now food for worms啊 那么我上次讲啊,我说这个My Lady啊,这个东西稍等一下啊,这个My Lady啊,我说可能是Ophelia,那么这显然一些是错错了 为什么啊,道理很明白啊,这个Hamlet到现在他并不知道Ophelia死掉了啊,明白吗 Hamlet现在还不知道那个Ophelia死掉,他这个消息还没到他了,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My Lady不可能是指那个Ophelia的啊,这个这个我忘了,我也不是忘了,我护士了啊 因为因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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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的这个这个时间链啊,要注意一下,对不对 这个不可能是指My Lady,不可能是Ophelia啊 那么那么那么这里的My Lady到底是指什么谁啊 好,那么我我我我认为啊,这里的My Lady啊,是指一般的一个一个贩子啊,她是贩子一个一个贵族妇女啊 啊,就是一个贩子贵族妇女啊,就是这个My Lady,就像这个后面的这个这个这个Lady woman一样啊 啊,明白吗,就像这个Lady woman也是贩子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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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族妇女啊 这个是一样的啊,所以这里的My Lady跟Lady woman是同样的意思啊 啊,这个是第一个要更正的地方啊 那么第二个呢,要要要要要要要讲清楚的地方啊 要讲清楚的时候,我们不是碰到一个,上一次啊,我们我碰到一个breeding啊 这个breeding呢,就是说放在这个位置啊,你就很难解释啊 这句句子就是说你很难解释得通啊 那么这个breeding呢,因为the breeding啊 这个the breeding啊,她她的应该的位置啊,我认为啊,应该在这里啊 就是,the breeding these bones啊,cost no,cost no more but to play,明白吗 那么,那么也就是说什么,breeding是什么,breeding these bones啊 对不对,什么叫breeding these bones啊 就是,就是抚养这些骨头啊 把这些骨头养大 那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这个人的成长了 你活着的时候的,你骨头你慢慢会长大的 你这一生了,breeding啊,就是breeding these bones 那么这个breeding在这里是什么 在这里这个breeding,the breeding是什么啊,是现在风词专业啊 这个现在风词专业在这句句子里面做主语 这个主语不是these bones啊 是the breeding of these bones啊 明白吗,那么那么那么同学们,这个 为什么她把这个breeding都放到后面来啊 这个我们,我讲过很多遍了啊,那么我现在再重复一遍啊 就是说什么 莎士比亚写这个话剧啊 他写这个,这个台词啊 他的首要的原则就是什么 押韵啊 啊,明白吗 他要首要的那个,那个就是要好听啊 这个念出来,这个话剧啊 话剧在舞台上面念给听众听的,观众听的 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听啊 所以押韵是第一位的 什么语法机构啊 什么其他的东西啊,都是次要的啊 所以我们现在发现这个 莎士比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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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词啊 他很多的持续啊 他都是垫来倒去的 他想放在什么地方就放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放在什么地方好听就放在什么地方 至于至于他这个语法机构啊 你你你你你听得懂的啊 明白吗 那特别是说母语的人啊 就就就就像我们古代那个诗人啊 我们古代诗人如果做诗的时候啊 为了押韵啊 他也会垫来倒去对不对 那我们我们念上去的时候 我们也也懂的 明白吗 不知这个大家都一样的 好,那么这个这个我们就 不读罗斯兰 那么我们上次讲的 那么我们上次上下来 我们今天讲今天了对不对 开始了 这次讲的 这个很简单 他又扔上了一个头颅了 这次讲的 这个why是感叹词啊 这个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律师的啊 那这里大家就看清楚了 就是说哈姆勒塔 他呢 把这个他扔上来的那个头盖骨啊 就是说他他他他他 他就是把他们认为是谁的头盖骨 谁的头盖骨 有有那个宫廷里面的黄族人员的那个头盖骨 有那个贵族 有可能是指贵族的那个头盖骨 有可能是指Kane的头盖骨 所有这些人啊 他都都都都说了一遍啊 那么那么大家注意了没有啊 哈姆勒塔所说的所指的这些人啊 不管是罗业的头盖骨也好 还是那个那个Lady Worm的 还是Kane的 还是那个那个Cortier的 他指的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贵族啊 都是上层人物啊 他又很明显啊 他那个哈姆勒塔对他们进行讽刺啊 这个这个大家明白了对不对 他要对那些Cortier 罗业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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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Lady Worm啊 他他都都进行了一番讽刺啊 对不对 那么 那么 那么这里呢我想到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哈姆勒塔也是贵族啊 哈姆勒塔比罗业和那个Lady Worm啊 和那个Cortier地位还要高啊 是不是啊 他也是他们中间的议员啊 是不是啊 那么问题来了 哈姆勒塔后面会不会意识他 他会不会把自己也嘲讽一番啊 有这个可能没有啊 有这个可能的 至于后面 莎士比亚怎么写 我现在不知道 因为那要看莎士比亚了 他想不想 讽刺一下那个哈姆勒塔 讽刺哈姆勒塔是不是想自己嘲讽自己一番 当时呢 我觉得啊 从我觉得这个角度来说啊 我觉得哈姆勒塔应该把自己也自嘲一番 明白吗 因为因为按照哈姆勒塔这种水平啊 他的意思啊 他叫哈姆勒塔的自我意识能力很强的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哈姆勒塔有如此强的自我意识啊 他不可能不对自己进行一番嘲讽的 这个我觉得如果不 莎士比亚不这样做的话 我觉得就有点欠缺了 是不是啊 这个我的观点啊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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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又要看来 这个又要考验 考验我的水平啊 这也要考验莎士比亚的水平啊 对不对 莎士比亚后面到底会不会让哈姆勒塔 自嘲一番 我现在不知道啊 啊啊我们没没念到啊 等到念到的时候说不定有 那么如果有的话 那么我又讲对了 对不对 我前面讲了那个那个 Ophelia是最后的台 最后死亡的时候的最后一段 我讲对了 我猜对了 对不对 这也不是猜 完全是猜 这个就是一种感觉 就是一种推演 对不对 那在在这里呢 我也是一种感觉 因为为什么 因为哈姆勒塔把所有的贵族都嘲讽了一番 然后他也是其中的一员 然后呢 哈姆勒塔呢 又又是一个自我意识非常强的人 那那那那是不是他应该也意识到自己啊 把这个镜子啊 呃你你你你你这个镜子不会 不不不不不应该老是朝别人照的 对不对 你这个镜子也要照照照照一照自己啊 明白吗 啊 所以呢 所以呢 我觉得呢 他后面可能会把自己呢 也嘲笑一番 啊 这个是我的观点 我们看下去 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对不对 好 那么 这样就很便当 不用翻了 这这是不是这个律师的 那现在他开始讲律师了 然后说 where be his quittities now where be his quittities 他的quittities现在到哪去了 然后他说 he his quittities he his cases he his tenures and his checks 那么我们就先查 quittities quittities是什么意思啊 quittities是什么啊 是excessive subtle or essence of a thing啊 就是这个啊 这个对于这个quittities的解释啊 就是excessive subtle scholastic arguments啊 concerning the concerning the quittities啊 concerning the quittities or essence of a thing啊 那么这个quittities就是essence啊 就是说 这个quittities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excessive subtle啊 过分的那个详细的 过分的 subtle的 细微的一个一个 一个学术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argument啊 律师的 律师学术的 这个是指律师啊 律师的辩护词之类的啊 这个argument啊 他有关于什么 有关于事情本质的啊 事情本质的啊 那这个quittities就是essence啊 这个是 就是他 就是有关于事情本质的 一种一种 一种一种过分的 仔细的一种 schelastic argument 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quittities的意思啊 那么那么那么这个好 那么我们来看 什么叫quittities quittities有个助解啊 quittities啊 quittities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small pieces of land啊 啊 第一个呢 就是说他的他的土地啊 small pieces of land啊 他的他的land啊 他的土地啊 那么这个律师拥有土地啊 拥有房地产的啊 small pieces of land啊 然后这个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verbal quibbles啊 那么那么什么叫verbal quibbles啊 quibbles slide up 这个quibbles啊 同意吗 quibbles就是说一种轻微的反对啊 稍稍的有点批评啊 啊 明白吗 然后那个那个动词啊 有一种叫argueration about a trip 对小事啊 有一种有一种 斤斤计较啊 等于说是斤斤计较啊 明白吗 斤斤计较 那么律师都是斤斤计较的 这个大家明白了 这个律师都是狗逼招招的 对不对啊 这个这个他他他都要斤斤计较 这个律师的特点 那么这个verbal quibbles 就是他的他语言上面啊 他他对于一些小事啊 都要要要要来一番 那个变变变后的啊 这个是 这个是律师的那个制业病啊 这一病啊 这没办法 他咬文嚼字的 明白吗 那么就verbal quibbles 这个呢有两个喊你啊 这个quibbles啊 那么那么至于他到底是哪一个 我们这里阿登歇斯佩他编辑他不知道啊 那么那么困了 那么我们再看下去啊 这是case的 那么这里的case的 是指他的那个案例啊 那个那个律师的案例啊 叫case的啊 那么那么这里呢 case的他他没有注解 他没有注解 然后呢 我认为啊 这个case是双关的啊 这个双关跟什么双关啊 这个case是两个 一个是指他的那个案例啊 还一个指那个律师的公文包啊 啊 公文包也是case啊 对不对 那么 那么这个律师到上法庭的时候 他有一个公文包的啊 里面弄了弄了一大堆的文件在里面的啊 他要上法庭要派用处的 对不对啊 那么那么这个是双关的啊 那么his case是这个双关的啊 后面是那个his tenures tenures有个注解啊 tenures of property titles啊 就是他的房地产的那个 那个房地产的财产所有权啊 啊 他的他的财产啊 他的财产所有权 那么就是他的财产 his tenures 他的财产 财产或者财产所有权啊 and his tricks 这个tricks大家比较好理解 the phrase that law tricks was current 那么这个 他说这个law tricks啊 这个磁组啊 law tricks啊 现在还用啊 sorry 不是现在还用 was current was current就是当时要用的 当时这个用这个law tricks 明白吗 现在我们用不用不知道啊 那么那么什么叫law tricks 大家听着 律师嘛 大家要play tricks 要辩护嘛 然后 那么那么那么 这个law tricks就是法律上面的一些 专控制之类的 明白吗 这个就是law tricks 这个比较好理解 那么他的那个law tricks到哪里去了 一个问号 对不对 他这些东西都到哪里去了 这个律师的 这是一个问题啊 好那么我们来看教授 这个就比较方便 我们就看教授啊 他是怎么弄的啊 然后quilties啊 quilties教授说就是quibble 就是斤斤计较啊 就辩护啊 辩论啊 quibble 这个是敬意识啊 那么我们的注解是这个excessive什么什么什么 scholastic arguments 这个一样的 类似的啊 然后这是quilties啊 quilties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是什么 quilties啊 那么我们我们教授里面没有quilties啊 我们看看他的原文没有quilties啊 quilties啊 hisquilties啊 quilties就是quilties 又一样的 好那么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个模 我们看看 where be his quilties now his quilties啊 quilties啊 his quilties啊 quilties就是quilties啊 他的同学们 sorry 等一下我们回过头去啊 he his quilties啊 he his quilties就是quilties啊 这两个字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解 quilties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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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都是类似的 这几个词都是近义词啊 那么然后这里啊 后面那个那个教授这么说 How much joke is that these two logical words have a difference without distinction 那么他们在玩笑 他在嘲笑他们啊 就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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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quilties啊 跟quilties啊 这个啊 都是 律师的用语啊 他们表面上面看起来是 have a difference啊 就是 this is what have a difference 他们有表面上面看起来 他们有一个一个 difference 他们有两个字不一样的 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区别的 啊啊啊啊明白吗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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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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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什么 什么 那个律师的东西啊 都是薄血的啊 哈哈哈哈 嗯嗯 因此被告无罪 如果他很简单的话 那人家一看就明了的 那他这个律师还怎么赚钱 赚不到钱了 对不对 他就要把一件简单的事情 讲得非常的复杂 然后用了一个非常难懂的 这个法律用语 谁看不懂 谁看不懂什么 他说了算 哎呀同学们 这个 这个大家都明白了 我在这里 同学们 在这个世界上 大部分人都看不去律师的 为什么看不去律师 因为他们就是在乱搞 他们的乱搞 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对吧 一个是赚钱 主要是就赚钱嘛 他为了他赚钱 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也是设计出 非常复杂的一些 法律用语 什么东西都是非常的搞七搞八的 我们老百姓啊 根本就不明白 那么就是说什么 我们碰到麻烦啊 我们只能去找律师 除了找律师啊 我们在法庭上面啊 我们永远也说不清楚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这个律师啊 他永远有饭吃 你总总得要找他 因为你总要打官司嘛 对不对 你总得要找他 你自己是没法打这个官司的 啊 就是这个 所以呢 这个 律师啊 没有人能看得起他的门 啊 就这么回事 那么 这里啊 哈姆勒特就是这个意思 啊 对不对 他们在这都是 Bullshit 明白吗 我们我们回过头去 好 那么 那么就是 他这些东西都到哪去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后面啊 这个局我们简直是听了 现在他都没了 对不对 他的 亏了次 他的tases 他的tenures 他的tricks 现在都没了 他现在就 就剩下一个头盖骨了 对不对 然后呢 Why does he 这个人就是这个律师啊 Why does he suffer this matter Mad name now to knock him about the scones with the dirty shovel and will not tell him of his action of the battery 好 那么这个我们来看 Why does he suffer this matter 这个 matter一个数据的 Matter就是wild irreverent wild wild 不证重的 不尊敬的 然后 Jenkins comments Jenkins comments It is odd that editorial tradition has preferred the f is inferior rude the q to the reading pubes experience 那么我们先看 我们先看 Jenkins的一个 这个注决 Jenkins的这个评论 Jenkins Jenkins这个评论 他说很怪 很奇怪 It is odd 很奇怪什么 就是说 那个编辑的 这个传统编辑 他们都偏好于 什么 f版本的 那个 那个 rude f版本用的是rude 不是用的matter 那么这个rude 是inferior的 对吗 那么在这里呢 我要想进一步说明一下 这个注决 他为什么说这个rude 是inferior的 是inferior inferior就不如 那个 插进的 比这个matter 要用这个rude 要比这个matter 要插进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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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什么意思 这个大家应该 应该明白 你用这个rude 这个意思是比较明朗的 就是粗鲁嘛 就不中间 就是erior 对不对 用rude就是 你就是很明朗了 这个意思 对不对 用matter呢 你就是这个 matter是含糊不清的 对不对 为什么用matter 对不对 那么但是 用这个matter 文学价值 要比这个rude 要丰富的多 因为这个rude 它的含义 太狭窄 rude就是rude 对不对 但是这个matter 这个matter的含义 里面 隐含的意思多了 你什么东西 你都可以指matter的 对不对 里面的 有 包含着 各种各样的含义 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 这个rude 你就是文学价值 上面来说 你用rude呢 是要inferior的 是确实是inferior的 不如那个matter 明白 那么 Junkins这个comment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后面 为什么进一步说明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编辑的评论 culturally reading perhaps experts how much appreciation of the grave data's eccentricity while the f reading deproses the academy 这个里面 我们的编辑 我们的编辑 他指出了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 现在 q2版本 用那个matter 大概是表达 Hamlet的一种 对于一种 就是说 认知 就是说 Hamlet的感觉到 就是说 也认识到 认识到 这个gremdig 他的古怪 明白吗 因为 因为这个matter里面 就有古怪的意思 对不对 因为这个gremdig 他整天在挖墨 他的性格会不会 excentricity 他的人 人的性格会变得古怪起来的 这个大家明白了 对不对 你成天跟死人打交道 或者说你 你成天在挖墨 挖着挖着挖到后面 你这个人的性格会变得古怪的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的 所以呢 他 他这里呢 就是说要用matter 这个matter就包含这么一层意思 在里面 对不对 而那个F版本的那个Rude 他就直接上是 谴责了那个 那个gremdig的那个不中重 对于那个 那个叫什么 应该是谁不中重 应该对这种头盖国 这死人的不中重 明白吗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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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一点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个Rude 要比这个matter 要 要 这个注解就是谁 那么我们回过头去看 这个why does he suffer this mad neighbor neighbor就混蛋 mad neighbor now to knock him about the scones 什么叫 scones scones就是head scones就是头 那么 so with a dirty shovel and will not tell him of his action of battery 那么 action of battery有一个注解的 什么叫action of battery lawson chugging physical assault 对不对 起诉了 对不对 打官司 这个律师要跟那个gremdig 要打官司 因为这个gremdig 就是那个 有physical assault 对他的人生进行侵犯 把他的头颅 怎么扔来扔去 扔上来扔下去的 对不对 踢来踢去的 对不对 没踢 就扔来扔去的 那么那个律师要打官司 对不对 差进physical assault 这个action of battery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个律师嘛 他本人就是律师嘛 人家把他的头颅 踢来踢去嘛 他肯定要跟他打官司 这个毫无疑问的 对不对 好 那么这句话 那么这句话也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看看教授啊 我们看看教授怎么说啊 教授啊 scones就是head 因为这是理语啊 那么同学们 那么就我们从这里啊 看出来啊 就是教授啊 跟这个我们的 阿登·谢克斯比尔 这两个编辑啊 教授啊 和那个阿登·谢克斯的编辑啊 他们的注解啊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我们前面一有 我好像说过了 我再说一遍 就说什么 就说教授的那个注解啊 往往比那个阿登·谢克斯比尔 注解要详细一点 那么阿登·谢克斯比尔 跟我们指出啊 就说注解啊 scones啊 scones就是head 完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教授呢 因为考虑到我们是普通的大众嘛 我们念这个东西啊 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的 然后所以呢 他指出啊 这个scones啊 是一个理语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么说一下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阿登·谢克斯比尔 没有指出 这个是一个理语啊 那么那么那么应该说是这样 应该说是这个阿登·谢克斯比尔 这个注解啊 学术性是非常强的 学术性非常强 他这种东西啊 他都不说 你们自己应该知道的 明白吗 这个假定 阿登·谢克斯比尔的注解啊 还有一个前提 怎么前提啊 就是说你看我的这个Hamlet 你是要有一定功底的 明白吗 等于说你对很多东西 基础性的东西 你都要了解的 而不是像我们现在 什么一无所知的去念 像我这种人啊 属于胆子大的 明白吗 什么也不懂 就抄起来这个 这个这个阿登·谢克斯比尔 这个这个Hamlet 这个版本就去搞了 这个阿登·谢克斯比尔 那个编辑 你这么搞不行的 对不对 因为很多东西 他都没有说啊 他不说你你你你没有功底 你你你怎么知道里面是什么玩意 对不对 啊 那么这个教授呢 就比较大众化一点 对不对 这个教授呢 把这个东西登在网站上面呢 这个教授很明白 就是说看他这个网站 念他这个网站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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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 那都是全世界的普通大众 对不对 说实话 学者啊 真正的研究萨斯比尔的学者 也不一定去看他这个网站 对不对 看他这个网站的大多数都是像我们这么这么一般 普通的大众 对不对 普通的大众呢 那就搞不清楚了 这个这个是钢是是不是礼语啊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钢是礼语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教授呢 给我们指出一下 这个就是这个区别啊 那么我以后这这东西都不说了 没意思 那么后面 Action of battery 那有一注解 什么叫Action Lost to recover damages for a sword and a battery 那么这句也比较简单 等于说什么 这个律师啊 他为什么现在忍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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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啊 疯掉的这个混蛋啊 把他的头啊 抛来抛去的 扔来扔去的 敲来敲去的 用一个用一个什么肮脏的一个铲子啊 然后呢 而不去什么 而不而不去告诉告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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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墓的人啊 要要要要 对他进行起诉啊 然后又来了一个问号 为什么他不起诉啊 对不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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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对他这个律师不尊重啊 对不对 把他的那个头盖骨扔来扔去啊 不当回事啊 而且那个铲子那么脏啊 啊 will not tell him of his action啊 后面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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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嗯啊 这是应该念 哈马 是不是应该念 哈马 哼 哼 哼 就是哼 哼就是哼啊 哼 哼 就是哼啊 哼 哼 哼 这个词我也念不好啊 这个词我也念不好啊 那么这句什么意思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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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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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伙啊 这个律师啊 在他活着的时候啊 哼 可能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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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很 一个一个房地产的这个地皮的一个一个大买家 啊 啊 他一个这个大买家他很有钱 律师很有钱的,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律师有了钱以后怎么样,他去买地啊 对不对,买房地产啊,对不对,那么那么那么 然后什么,那么这个有 这个99到100,这个整个这个作家 这个整个这个作家,Hamlet uses legal terminology relating to transactions in land,看到没有 这里呢,Hamlet呢,他用了什么 用了这个买卖土地那个交易里面的那个那个那个法律用语啊 然后后面解释这个法律,statues 那个statues were securities for debts or mortgages recognizances were bonds relating to debts fines and recovery were legal fictions used in the conveyance the legal transfer of ownership of land,vouchers and double vouchers were ways of securing third parties as guarantors guarantors and the recoveries were suits for obtaining abstentions and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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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 那么后面,Hamlet's interest in the 然后我们这个后面再看 那么好,同学嘛 这个呢就是专业 当时的时候的 那个那个地产 地产的那个那个交易的一些法律用语啊 那么我在这里呢,只能大致的说一下啊 因为我这个东西,我自己也不是很通的 这个法律用语,我自己 我地产,地产,我自己也不,我不做地产的 所以我对于这种东西只能跟同学们 同学们要仔细研究的话,同学们可以自己查,对不对 这种东西 好,这个statutes啊,statutes就是security for mortgage debt 就是说债务啊,或者是那个mortgage mortgage就是房贷啊 这个大家知道,房贷啊 或者借着债务的一个security啊 就是一个担保啊 啊,明白吧,你要去房贷的话,你要有担保的 你要有东西担保的,人家银行不会随便给你那个房贷的 那个空手套白狼这种事情 那个银行不干的,明白了 还有那个债务也是一样的 你要问人家借债的话,你要有担保的,这个security就是担保啊 那么这个就是那个statutes就是这个担保 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recountances or bond,它是那个债券啊 它也是跟债务有关的这个债券啊 这个也是债券啊 啊,明白吗 那么 那么 那么这种东西啊,这种担保啊 这种什么什么债券啊 还有这个fines and recoveries啊 那么fines and recoveries were legal fictions used in the conveyance the legal transfer of ownership 好,那么这个fictions啊 什么叫legal fictions啊 那么同学们 这个呢,我查过了啊 那么在这里呢,我要说明一下 我这个视频啊 这个视频呢,我跟同学们说一下啊 这个视频呢,我前面做了做做完了 我呢做完了以后呢感到不满意啊 啊,有的地方有些话我觉得我不应该讲的 啊,我讲了,讲了以后我觉得不妥当 所以呢,我把那个整个视频都删掉了 重新做的啊 所以呢,我这个fixing呢,我查过了 这个fixing什么意思啊 这个fixing也是一个法律用意啊 因为这个fixing在我们平时是什么,什么虚构的 那你的这个法律用意,这个fixing的法律用意啊 是什么 是一种 一种一种 一种办法 或者一种 一种文件,或者法律上面的文件,或者什么东西 这种办法呢 是过渡性的 他用来用来 用在什么,用在那个转移那个那个那个资产 啊,转移资产上面用的一种叫权益制计的一种东西 也是一种法律文具啊,或者票据啊,等等的 就说为了达到,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啊,在这里有的 他这个达到一个convenance of ownership 啊,明白吗,这个叫fixing啊 那么,那么我在这里 同学们要fixing 法律上面的用语啊 自己可以查啊 然后vouchers and the double ways of security and self-parties as a character 这个就是担保了,对不对 vouchers,double wouchers就是担保啊 担保,然后recovery我受账,那么后面这个recovery跟前面那个recovery不一样的啊 后面这个recovery是 是那个那个那个官司啊 起诉啊,受账 那个官司是什么 是是是是是获得那个拥有权的 啊,你要打官司啊,比如说你你你你你觉得你这个东西obtaining possession啊 你你你你拥有你你说你你你 你拥有这个财产啊,那你要去打官司,对吧 有人把你的财产 夺夺夺夺去了,对不对 那么这个叫recovery 嗯 恢复 等于说recovery 大家知道的有有一个 我们现在的一个一个平常的意思叫恢复,对不对 那这里呢,他恢复什么 他恢复他拥有的财产,对不对 啊,或者是恢复他 拥有的动向,叫做注入此来,obtaining possession啊 就是说 就是说他要打官司啊,要素财啊,如果素财 这个素财应该是官司啊 那么,好 那么最后一个注册 最后一个注册要说一下 这个要说一下 就是Hamlet interested in property and inheritance in this context seems to relate to his own position as in as in effect a disinherited son啊 那么,那么什么 就说Hamlet 他对于这种 地产啊 对于这种地产交易啊,或者是这种继承啊 这种方面他很有兴趣啊 因为他对这种专业 法律用语啊,他都很熟啊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这种情况下面 好像啊,他说跟他自己的这个这个position有关啊 跟他自己的这种状况有关啊 他什么种啊 他被剥夺了继承前来 对不对 他 他应该继承 Hamlet应该继承他父亲的 所有的土地 就是丹麦了,对不对 和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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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王位 都是应该,应该 应该,应该 Hamlet继承的 但是像Hamlet现在被剥夺了 对不对 那么剥夺了以后 那么Hamlet是不是 他可能他自己去研究了 他他是不是准备跟他那个那个 那个 叔叔打官司啊 就就就 对不对 他去研究啊 他他就被 那个那个 继承权被剥夺了 对不对 所以他要去研究那个地产 对不对 那么那么这个就是 有没有关系啊 他这里的信息好像有关 好像有关 这个这个到底 应该 我们不知道 应该同意吗 这个我们不知道 因为为什么 因为问题在什么地方 问题在那个那个Hamlet 并不想跟他叔叔打官司 Hamlet要想把他叔叔宰了 对不对 这打什么官司 对不对 没法打他这个官司啊 所以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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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后面 他说他 哎呦这个可能有关啊 这个他也是用了一个信 好像 好像 我们这里的很多东西只能是好像啊 那么我们回过头去看 那么 那么 这句 大家就明白了 我们看教授啊 我们看一下教授怎么说 教授的 叫做 Statutes Statutes Recognizances Recognizances 就是什么 就是 Bonds 就是Bonds Securing Debt by Attaching Land and Property 就是这个 债券 这个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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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呢 你可以 你可以啊 就是说 通过这个债券 然后呢 你就可以 就可以借债了 借债 那么这个律师啊 他是放债的 啊 明白吗 是人家给他那个那个债券 等于他 他手里握着人家的那个 那个 他是债权人啊 他不是 那个债券的人 这个律师不可能是问别人去借债啊 他是拥有这种Bonds的 那么他拥有这种Bonds的话呢 他 人家为他借债 明白吗 那么他有这个Bonds的话 应该说啊 他他随时可以兑现的 应该应该是 我具体我不懂 Bonds Secret Attached Land And Property 啊 哦 sorry 那么也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他买 他买 去买地啊 这个律师去买地啊 这个说人 这个律师去买地的时候啊 他要问银行贷款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里面有可能这个Bonds就是 他贷款的那个也是债券 那是他签银行的钱 那么同学们 这个我们不深究了 到底谁欠谁的 谁借谁的债 谁欠谁的钱 这个我们 我们只要知道这些都是买地的地产买卖的那个那个那个法律用语啊 啊 明白吗 然后后面Double Vouchers Double Vouchers Documents Guaranty Title Signed by 2% 看到没有 这个大家双重担保啊 然后是Recovery Fund 你看到没有 这个Recovery Fund 是Legal Maneuver 看到吗 Fore Cleaners 好 那么这一句啊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他有个更详细的 我们叫more啊 那么 Recovery Fund Recovery Fund Legal Maneuver 看得没有 这里面他用了一个Legal Maneuver 这个Legal Maneuver 就是我前面我们那个Arton Shakespeare 住居里面的那个Fiction 这是一种权益之界啊 为了为了转移 那那个这个Legal Maneuver 这个Legal Maneuver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 Fore Clearing and Estates an Estates of Financial Obligations 看得没有 为了为了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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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金融的那个那个 义务啊 金融的义务 这个财产 这个这个 房地产 这是一般地产 地产或者房产也是 一般好像 好像 应该地产 我们就算它是地产 那么 他是为了要 弄清啊 弄清这个地产的这个这个obligation的一个Maneuver 这个就要Recovery Fund 这个也是法律用意 那么 那么 后面 Estate which is free of all claims against it is said to be in the freehold freehold 那么就说 你一个地产 不管是房产 还是地产 这个地产如果没有没有任何的claim对的 没有人声称作为他 对他作为别人啊 别人没有声称 对他的拥有权 那么就是说你 你拥有的 你就是你拥有的 你拥有的就是freehold 这个我们以前讲过的 因为freehold 因为在 前面的那个那个那个 前面的 哪一幕 我也忘了 哪一幕我也忘了 那里面我们就专门讲过这个freehold freehold就是你拥有的 没人别的人拥有 那么后面那个 教授说了 Ironically 这里就有讽刺意味啊 那么教授呢 帮我们指出啊 就说这里面的讽刺意味是什么 就说现在 这个律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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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在活着的时候啊 他拥有了 他拥有很多的地产 他拥有很多的地产 对不对 但是他现在啊 他死掉了 他现在啊 连他这个坟墓都不属于他的啊 哈哈 明白吗 但是他因为他的freehold on his grave啊 这个律师对他的坟墓啊 他都没有拥有拥有权啊 为什么 因为他的这个头颅啊 被扔出来了 然后呢 让位了 让位给一个Newton 让位给新的人啊 新的人是谁啊 Ophelia嘛 对不对 Newton就是Ophelia 他们要埋葬Ophelia来在这块地方啊 然后这个把这个律师这个头颅就扔出来了 这个是不是很猛烧 对不对 那么这个说明一个什么 说明一个非常深的那个深刻的东西啊 就是说你活着时候啊 你拥有再多的东西啊 死了以后你什么也没有啊 然后然后 不仅不仅你什么也没有 而且你你你你那个你那个头颅啊 被别人扔来扔去的 同学们 大家明白了 这个世界啊 是空的 人生啊 是空的 一场空啊 你看看这个律师啊 他活着的时候啊 他拥有那么多的地产啊 对不对 潇洒不潇洒 很潇洒 但是你看看他死了 他什么都不拥有啊 他连自己的坟墓他都没 没法拥有啊 被别人扔出来了 是不是 这个就是 人生啊 明白了 这个含义就生了 对不对 好 那么后面呢 教授呢 给了给了我们一幅图啊 那么我们呢 这幅图我们看看能不能放大 这个放到最大了 好 那么我们看这幅图啊 这幅图啊 sorry 我们看一下 这幅图是谁 那这幅图的名称啊 叫 Hamlet at Yorick's grave 那么这个就就是 这个就是叫什么 sorry 这个就是 这幅图的名称 那么至于Yorick是谁 怎么回事 我们不不不不不不不追究了 不搞了 反正这幅图的名称 叫Hamlet at Yorick的时候呢 这幅图是谁 谁画的 这幅图是 Eugen Eugen Delacro Eugen Delacro 那么Eugen Delacro 我估计是一个法国人啊 这这种名称啊 听上去啊 好像是法国的 但是有今啊 有今 法国或者意大利 有今 还有一个 有今好像 好像是 东欧人啊 叫有今的比较多啊 有今啊 有今啊 是不是 中国人翻译是不是叫有 有今啊 有今是不是叫有今啊 有今好像是 东欧人比较多啊 像苏联的那种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 那么 对于这个画家的名称啊 我们不考究了 那么反正意思是 要么是法国人 要么是意大利人 那么也有可能是 东欧人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画家 对不对 那么好 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我们来看这幅画 这幅画呢 就是画的这个 这个风场 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场景呢 这个 那么这个呢 是Hamlet 对不对 这个他旁边的是 Horatio 这个是 拿着那个 头盖 头盖骨的 这个是 Grave digger 然后呢 这个坐在他旁边 这个就是 那个 Second man 那个Second man 就是我们的 那个托 这个托 Second man 好 那么这幅画 那么这幅画呢 很可惜 我们在网上啊 没法很详细的 看这幅画 那么 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你看这幅画 如果能够很详细的 看到 每个 每个角色 他的表情 以及他后面的背景啊 那么对于我们理解 Hamlet 这一个 这一场景的 这个 深刻的含义啊 那么有帮助的 有帮助的 那么同学们 那么这幅画 现在呢 是 收藏在什么地方啊 那么我也不知道 对不对 有可能收藏在 什么 法国啊 也可能是意大利啊 总归 那我们这个教授呢 有一点啊 这个教授呢 还应该详细一点 他应该告诉我们 这幅画 现在收藏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那么 那么同学们 有机会去旅游的话 对不对 可以呢 专门到这个地方啊 去把这幅画 啊 站在这幅画前面 仔仔细细的去评委 看每个人的表情 啊 然后呢 看他的背景 这个里面啊 你能够读到很多的东西 对不对 能够呢 对于 对于加深 你对那个莎士比亚 哈姆勒特的这个理解啊 那么 是有帮助的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幅画 这幅画 是这个画家 尤金啊 这幅画 这个画家尤金啊 对于这个哈姆勒特的理解 他对哈姆勒特的理解呢 他呢 画了这幅画 对不对 那么 你去 看这幅画呢 你呢 就是说 借鉴了别人的那个理解 啊 尤金的理解 尤金是怎么理解的 对不对 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那么对于你呢 对于理解哈姆勒特呢 有帮助的 对不对 这个毫无疑问啊 那么 那么 这个呢 我这个话呢 就讲到这里啊 这幅画就讲到这里啊 那么 说明呢 这个教授啊 非常的仔细啊 好 那么 那么我们讲到什么地方 啊啊啊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那么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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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句子了 那么我们 等一会再看啊 这个我们一起 讲完了 在这里啊 那么好 那么我们看 这个原来的句子啊 啊 sorry 那么现在 这句句子呢 我们就通了 嗯 this fellow might be in his time a great buy of land 那么这个家伙啊 可能啊 在他活着的时候啊 追一个 土地的大买家 啊 是不是啊 专门买 买土地的 因为他律师啊 赚了钱以后啊 他把这个钱 就用来买土地啊 然后他有什么啊 with his statutes 他有 他有 recognizance啊 他有 他的fine的 他有什么 他有那个 那个double voucher的 然后呢 他还有 recovery的 这种都是那个金融 那个地产的那个工具啊 地产的金融票据啊 应该这么说啊 那么至于对于这种 专业的这种 地产票据啊 诸如此类的东西啊 或者是他的 他的也不 有可能是地产票据 或者是他的 他的那个title啊 应该是票据啊 不管怎么样 这些是地产的 那个专业用语啊 我们这里不不不 不深究了 同学们感兴趣 自己去查 反正呢 这个这个意思啊 这句话的意思啊 就说这个家伙啊 这个律师啊 活着的时候啊 他是一个大买家 地产大买家 他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这个地产上面的 一些东西啊 或者是财产啊 就这个意思啊 好 那么我们念下去啊 to have his fine to have his 啊 那么 同学们啊 稍等一下 我们这个注写好像 因为我全面看过了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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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一上一个视频 我做的时候 好像有一句话 我不我不跟 我不跟同学们 找了啊 我直接说啊 因为我上个视频 做的时候 我我这一段 就是我知道的 怎么回事啊 好 什么意思啊 这句话啊 这句话呢 哈姆勒特做了一个铺垫 做了一个铺垫 就是说这个律师啊 在活着的时候啊 他有很多的statues reconnaissance fines and recoveries 那么他这 这什么铺垫 就是说哈姆勒特在这里呢 列出了很多的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地产的 那个那个 那个交易的 那个那个术语啊 把他列举出来了 然后呢 他后面啊 关于这些fines啊 这些东西啊 哈姆勒特要 要要要拍用场的 要要做文字游戏的 特别是fine的 那我们后面就要看到 这个fines啊 他他他他这个要 他后面要拍用场的 他要做pung的 所以呢 他先 先说啊 这个律师啊 拥有这些东西啊 明白吗 好 那么那么那么 我前面看到哪个 应该是某一个网 前面那个网站 我们现在不查了 因为这个 这个不是很困难 我们不需要参考 那另外两个网站 省点时间啊 那么就是说 我这个后面就准备了 那后面就来了 看到没有啊 to have his fine patent follow of fine data 看到没有 就来了 这个pung就来了 什么pung啊 这个fine 这个fine啊 这个pung我们前面说过了 就是他的头 对不对 他的头啊 fine patent 那么同学们 我们好像 我们这个RD Shakespeare 里面好像有这个注解的 我怎么 稍等一下 我前面 现在找不到了 可能是教授里面 或者是另外两个网站 我前面查过的 我现在觉得 没有必要太长 我直接讲给同学们听好了 这个没有意思 再回过去 就是说 fine patent 对 稍等一下 这个fine patent 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叫handsome patent 字面上的意思是handsome patent 就是很很漂亮的那个头盖骨 那个那个头啊 他的那个头啊 很漂亮的 handsome 他的那个英俊的那个头啊 发音 这个发音是英俊啊 或者说很好看的 那个头啊 然后 然后现在 现在这个双冠就是这个双冠 什么双冠 这个双冠里面呢 同学们 这个双冠啊 应该在教授那边 我我我现在先先听 我们找到了 在说 这句话 to find to have his fine patent fall over find delta 一个感叹句 这是感叹句 这是一句感叹句啊 这是一句感叹句啊 这是一句感叹句 好 那么我们查教授 有没有 应该 sorry 我们看看 这个教授这里 这里没有 然后这里是 fine 这个也没有 recover 没有 那么其他两个网站 好 那么我们 我们 我们去看其他两个 我们这里要看一下 哦 这个网站也有个注解的 this file may be 这里啊 好 这里啊 就这个网站的 Hamlet imagine that this skull came from a real estate tycoon啊 他Hamlet在这里想象啊 他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头颅啊 来自于一个做房地产的大亨啊 啊 他把Hamlet他把这个头盖骨啊 想象成功一个来自于房地产大亨的一个头盖骨啊 目的是什么 in order to interest the several technical terms啊 就说他呢 然后呢 他引进了几个那个那个那个法律用语啊 在做房地产的法 那个地产 地产那个那个法律用语 然后呢 他呢 打算用来干嘛 which he is going to use in his wordplay in the next several lines 这个网站呢 这个网站说明的啊 他就是后面几个几行啊 他要用这些专业的术语啊 他要来来来玩文字游戏啊 也要有胖的啊 那么好 那么那么我们看后面有一个in his file in his recovery 好 那么 那么这个 同学们 这个呢 我们的这个版本的不一样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阿登西克斯比尔 我们阿登西克斯比尔就是这一句啊 而且我们这个我们这个阿登西克斯比尔没有读解这一句 那么我们看看网站上面 网站上面原版不一样的啊 哼 这里的原文啊是这样的啊 而且是一个问号啊 这个是原文啊 in this in this in this is this the final of his finds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future have the fall of death 那个这个错词不一样了 这个F版本的啊 那么我们看这个教授啊 另外一个网站我们不看了 啊 要说的这个原文 这个版本的也不一样了我们在这里啊就这一句了就剩这一句了 to have his find the fall of death 而且是一个感旦诀啊 明白吗 我们这里就剩那个前面都没有了 好 那么那么我我现在怎么处理啊 那么我们就就就就就就这么处理啊 就是这个to have his find the fall of the fall of the fall of death 就是解释这个啊 我们不根据这个这个网站上面解释了 网站上面另外一个版本呢 我们不不管 好 那么那么但是我们要看一下note啊 他说啊 try reading these lines in this way Is this the fine and the result of his find Legal settlement Is this the fine and the result of his finds and the result of his finds to have the fine paid Full of noble,Full of fine death 那么你要这句句子应该这么理解 就说这个是不是最终的结果啊 of his finds啊 是不是他的fin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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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句子啊 他的他的fine 他的Legal settlement to have his fine paid fine paid就是什么 noble scholar 看到没有 这里的fine就是noble scholar Full of fine delta fine delta就是这里的fine 这里的这个fine是noble 第一个fine是noble 第二个fine是什么 fine是那个那个delta delta应该是细啊 应该是细啊 fine也是细的 粗细的意思啊 啊那么就这个意思啊 啊明白 那么他的translation是什么 所以啊他那些拥有的财产啊现在就是就是他一个充满了烂泥的一个头颅啊到最后啊就是这个啊 那么这个翻译啊 那么这个网站我们不看啊 这个我们不看教授啊 这个我们不管了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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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negal 他只不过讲了这个 sorry 只不过讲了一个一个成组的这个解释 但是至于文章的解释方式 他没有啊 那么麻烦了 那么什么叫麻烦 那么我们看啊 我们看看这个 我们的注解啊 我们的注解里面好像我这什么地方看到过他提到过这个问题啊 稍等下 mad 所以说我觉得他有一个注解啊 然后是 vouchers 101 sorry 100 那么那么这个100在什么地方 he's fine 啊 这个这个这个翻译 就这里啊 he's fine he's double he's vouchers 啊 那么在这里 好 那么就是翻译啊 这个翻译啊 the word with this appropriate connotation of finality leads him into the pawns find paid and find data at 101 这个是100 看到没有 这里的fine啊 这个word啊 它有一个connotation啊 它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啊 隐含的什么意思啊 connotation of finality 怎么就翻译到最终啊 and 就是最终啊 and 所以呢 这个fine呢 有一个双重的意思 一个pump 双官啊 一个双官 这个双官呢 他说呢 导致啊 他说引致啊 就是说 他们在这里啊 都是诚心的啊 我就像我说的 他这里引出了这个这个fine啊 有那个双官的 那么我们这个注解就是这个意思啊 the word 他有一个隐含的意思 就是finality 就是最终的 那么导致于什么 导致于他们在后面几行啊 那么他用了pump lead the hamlet onto the puns啊 fine pet and find data 看到没有 fine data就是pump fine pet 这里我们这里就是handsome head 那么我们那个网站上面是noble head noble head handsome head 也没什么大的区别 对不对 反正是这两个fine都是双官 这里的fine是双官是什么 一个是那个那个 他是noble的 我们就是noble或者handsome的 另外还有一个是最终的啊 fine就是最后他完了 他就剩了一个头怪骨了 这个是 然后这个fine也是一样 表面上来看 这是细的 那个细的土 泥土对不对 然后呢 这是fine 他的fine的data 他的梅上这里他完了 什么也没有了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就是 那么就是这个啊 100 然后这个recovery 这个100里面还有一个recovery 这个recovery他什么意思 这个recovery是 jankins includes f edition preservation the omission 好 那么这里呢 就解释了我们前面说的 省掉了啊 然后呢 jankins的f jankins呢 就包括了那个f版本 f版本另外有人拿一拿 对不对 我们这里就省掉了 明白吗 这个recovery就是这个意思 怪不得我们前面发现 好像这个版本不对啊 版本里面不一样 不是不对啊 一样啊 版本不一样 好 那么后面就是wordplay 这个wordplay他没有读解 这里啊 没有读解这句子 那么我们现在 to have you is find the file of a find the 然后就是什么 然后就是 这是一个感叹句啊 这就是 也不定时的一个感叹句 不定时的 to have you is 然后就说 他 他 他这个不定时的感叹句啊 是这样的 这个不定时是目的不定时啊 啊啊啊啊啊 明白吗 to have you is a fine pattern follow a fine data 这个是表示目的的 这个to是表示目的的 这是一个目的 表示目的的一个不定时啊 什么意思啊 就说 就说这个家伙啊 这个律师啊 在活的时候 买了那么多的土地啊 因为有那么多的财产啊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他的这个头颅啊 这里面都是那个 那你那个 德尔塔 是不是啊 哈哈 这个就是讽刺啊 对不对 啊 最终啊 就是说 或者是同学嘛 这里啊 我觉得啊 这里啊 就是说 既可以指他是目的 这个律师的目的啊 这个律师的目的啊 就是这样啊 就是说的生前啊 接攒了那么多的财产 最后死了以后就是 目的就为了让他 最后就是让他的头颅里面 都是那个烂泥啊 对不对啊 啊啊啊啊 那个那个泥啊 都是泥巴啊 对不对 在那个头颅里面 这个就是目的 也可以说是结果啊 就说他他那个生前啊 就说 弄了那么多的东西啊 到最后结果到头来啊 他就是生了一个头颅里面 都是泥啊 就是啊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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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到底是 目的还是结果啊 我细细品味一下啊 稍等一下啊 同学们 这个呢 就是说 这句句子啊 非常的 奇妙啊 F版本呢 跟我们这里不一样的 就把这个 他的意思就讲得明了 讲清了 同学们可以去 这有兴趣自己去研修 那个F版本 因为F版本比他多了 多了一行 多了一行以后 那就意味着意思要更清楚 我们这里啊 他的意思非常含糊啊 他这个既可以是目的 又可以是结果 因为为什么 因为因为目的的话 就是说他 你要把他解释成目的呢 就是带有讽刺的 就说他那个律师 那么辛辛苦苦的 买了那么低 他目的就是 他最后让他自己的那个 这个是讽刺的 讽刺他的 因为 因为他律师 他知道这样的话 他不可能这么去卖命啊 是不是啊 那就对他的讽刺 他的目的啊 他的目的就是 就是to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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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翻译有上官的 大家可以吗 这个翻译配的就是 我说过了 双官的 对不对 解释过了 就是说他的那个 handsome head 或者是什么 他的final啊 就是说他的end 他的最终的那个 然后呢这个 后面这个翻译得他 也是也是一样的 这个两个翻译都是上官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既可以是目的 也可以是结果 就是说 这个律师啊辛辛苦苦啊 他好像目的就是为了 到最后啊 他那个头盖骨啊 那里面都是你啊 就是说劳累了一辈子啊 啊 赚了那么多钱啊 这个目的就是这样啊 这个可以解释 这个是讽刺 对不对 然后呢 结果呢也可以解释 就结果就是说 到最终啊 他就是那个那个 他什么也没有啊 对不对 这个律师啊 他买了那么多的地啊 活着的时候啊 到最后他什么也没有啊 到最后什么啊 到最后就剩了一个 这个头盖骨里面都是你啊 就就 啊明白嘛 那么至于到底怎么样 这个就是精彩了 那么 那么同学们自己去 根据自己的理解啊 我在这里呢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以后呢 说不定我以后再重新念这个东西的话 有可能有新的理解 那现在我只能说这么多 那么 今天这一课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